今時今日在香港上車已經很難 上車後還要面對種種風水及設計的問題 今次我們找來Tim一連幾集跟大家講解一下 我說大門直衝 其實大門直衝是不是有問題的呢? 大門直衝槍就流彩了 Hello 大家好 我叫Tim 大家都知道我是懂少少學學風水 其實我做了十年學學風水 譬如明理 所以我現在做生內設計 都有很多客人會問我的風水意見 但我現在就不會再幫人去收幣去做 我會用很基本的格局去幫到大家 我都會分享少少的風水小知識 真的分享或者不要叫做心得 那我就現在開始講解一下 譬如很多客人或者家庭觀眾 都會問我們大門直衝 其實大門直衝是不是有問題的呢? 其實真的有問題的 那怎樣為之去化解它呢? 其實可以有方法 大家都聽過很多人說 我不如在懸關位製造一個屏風吧 其實是可以的 不過除了做屏風之外 可以在窗簾 例如沖窗 在窗簾製造回去 但是用窗簾的話 就要跟回符合起技顏色 所以才會比較有用的 那我現在講就是譬如屏風 屏風的話其實是有分的 很多時候就說不如我做個玻璃屏風 其實玻璃屏風其實沒什麼用的 所以如果你做的話就真的要設計一下 我很多時候都會幫客人去做 就不用太厚的 甚至乎我可以做一個薄薄的櫃 那我亦都會有一些通洞的感覺 因為你整個遮蓋了 那當然好 可以擋了 但是會不好看 而且很有壓迫感 那所以呢 我通常就是會調止屏風 或者是擠到一點擺設 那如果坊間都會說 除了就是大門直衝槍就流彩 那還有什麼方法呢 那坊間就會有植物 那掛兩邊 那其實呢 我自己的經驗就覺得 屏風是最適合一個美感 那另外呢 我剛才都說 那有些什麼是沒有問題呢 那剛才我不是說 大門直衝槍 其實是不是全部都有問題的 因為呢 好說的長度 就是深度 譬如呢 大門直衝槍 其實是有多長的空間 如果是深的 那進了第一個門檻是有問題的 但是呢 都未必一定全部都有問題 第二就是呢 那條走廊很窄 那呢 風水的廣告是氣的嘛 這些氣呢 就是煞氣 就會沖過去 那才是為之有問題的 那怎樣才是夠寬呢 那其實呢 如果走廊呢 是夠800mm 樓上 800mm 然後呢 那條走廊呢 那條走廊呢 你是三米樓上 那條走廊呢 那條走廊呢 那才會形成這個煞氣的 那譬如呢 有這個圖紙啦 我們這個圖 這個是大門口 好 那剛才我說了 嘩 它是直衝啊 那這樣 那這裡很長 那所以呢 就會是 這個構成了 然後呢 剛才我說 那個闊度 要有800mm 這個闊度800mm 我假設它夠 但是呢 這裡絕對不會有三米那麼長 那所以呢 那些氣是會這樣 進來 其實是會散開了 在這些位置 在廊的位置散開了 所以是未必很厲害的 那當然你說 我不會計算 那可不可以照整 那其實可以照整屏風 照整它 那因為我們手內設計 就是 你相信這個圓寒風水 加上就是 我們要再整好一點 那我們就會幫你思考 即是未必是我的 即是你可以再找這手內設計去搞 那所以呢 我都會在這裡做一個屏風 這個屏風呢 我都會考慮過 如果太遮蓋了窗 是好的 是絕對幫到這個大模直衝窗 這一點 但是呢 有個小知識可以告訴你 這是我們的經驗 其實它能夠遮蓋到門 或者窗的一半闊度 已經有這個效果了 那所以有時候呢 就不用這麼執著 因為我們很多樓呢 都是經常都會直衝的 尤其是很多新樓 甚至乎呢 我們不充窗呢 充門呢 都是會這樣 那如果充門 就更簡單 以前可能幾十年前 或者有些前輩 就會說 可能在門南 就是門框 左右兩邊掛一些難年青 掛一些比較粗生一點的植物生長 這樣就能當成了 其實呢 我覺得就是關上房門 已經可以了 還有我們近年都很流行 直接關上房門 所以這個已經解決了 不過要提醒你們呢 就是 如果要種這些小植物 或者掛小植物 就是我自己 純粹我自己的心得 就是 不要掛小植物 的東西 因為小植物 在我們的玄學界 或者我的派別 我私人的話 就會覺得 好像很多經激半途的東西 很多困難 那另外第二就是 鮮銀掌 鮮銀掌就是 它有些針撞 就會導致你可能 你的筋骨 或者皮膚不好 那你們如果相信 就聽我說 這個其實叫盾牌 可能有時候門口會有些煞氣 那如果有些煞氣的東西 你自己都會知道 很多村心煞 其他東西 條橋放過來 就可以這樣